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一的距今华尔街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周一的整个的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指数 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走势 特别是纳斯达克 今天表现非常强 因为今天是苹果推出 Apple Pay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天 所以苹果一开盘 就是高开了一块钱 我们也可以看到盘中像Staple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个五金用品 或者说办公用品的一个零售商 他们采纳了苹果的Apple Pay的这种服务 所以我们虽然今天早上的时候 这个IBM的业绩 是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测 应该是说远远低于市场预测 连这个公司的CEO 都表示非常非常的抱歉 那么股价也是跌到了 这个172之下 在168到169 结合说一下这个IBM的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是由于受到强势美元的一个影响 在这个汇率兑换的这个方面 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亏损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美元的强劲对美国的公司不是很有利 那么大量的产品出口到国外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 在国内的成本大幅的提高 而且国内外收的钱就减少了 第二个原因 受到中国的这个业绩的影响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听到 在大的上市公司当中 由于受到中国业绩的影响 前一次我们记得在两周之前的周五 Microchips MCHP 这家公司他们报的业绩 受到中国业绩的影响 而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调 也是造成晶片股 乃至纳斯达克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今天IBM这个公司业绩 虽然远远低于一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指数在纳斯达克 一路高歌的前提下 整个股市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反弹 最终的三大指数全线收率 那么还有包括油价 今天是微幅的下跌 但是油类板块的OIH 这个石油服务类板块 OI sector整个还是上涨了一个% 所以还是非常不错 但是我们今天题目叫股市反弹路漫漫 那么我们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形态已经走坏 并不要因为一两天的反弹 而我们忘了好了伤疤 忘了疼这种感觉 来我们看一下图一 图一的话就是 是我们可以看到标普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图 如果你可以看图的话 这个长期的趋势已经被打破 那么短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这种格局 应该更多的是说我们叫做反抽的现象 并不代表这个前期是对前期超跌的一种修正 第二张图是纳斯达克的指数 也是长期的趋势被跌破 第三张图也非常知道注意 就是说在这个行情当中 请投资朋友注意 这个VIX VXX 这个Volatility Index 这个ETF VXX 已经逐渐来到这个 就是前期的一个双底的一个反弹 这个VXX走得非常标准 29到35 然后41 42 见顶以后回落 那么在20 这个最近的这个低点呢 无疑呢 35块2毛9附近呢 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千元闯关的账户 在过去的这个10个多月的表现 我们从598块钱开始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图4 从598块钱开始来到现在 接近4万块钱 已经接近20关口 什么叫20关口呢 也许一些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 打开那个电视来看我们的视频 那么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来说明一下 就是说1000元开始 每一次如果通过20%的一个回报 通过第38次交易 合计38次交易呢 如果能够持续保持盈利的话 我们将会达到100万 那么我已经走完了二分之一的路程 那么后面一段将会非常非常精彩 我们可以看到盘后的这个苹果啊 CMG啊 报的业绩 CMG的业绩是低于预测 而苹果的业绩是好于预测 股价交易在101块 而上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相信呢 在过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将会寻找更多的这个盘后的业绩啊 或者盘前的业绩来进行交易 而我们将会会有更多更多精彩的内容呢 跟大家汇报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谢谢 谢谢